这杯来种菜 然后我种了 那时候种了两颗 那个萝卜 也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我又要来种了 我要种 我拿十个杯子 意思就是说我要种十颗 十个菜就 叫什么 十颗菜就对了 那我准备的 一样是准备这个杯架 我就跟老板要了杯架 一共跟他要了 应该是 这边我是要十个 这边应该有十二个吧 到时候我就是种十杯 那 最先我就是要把杯架把它剪开 因为我要两个两个 一个单位 那这个有剪了 这个就四个 所以这还是要剪开 因为打算放在窗户的窗源 所以不能太大 因为我觉得种的效果还不错 等一下我说就再来送种看 因为这个杯子随便都有嘛 那这个我就跟老板要了 因为我都每天都跟他买咖啡 他也很大方的送我 送我一些啦 对这些咖啡都是我们喝的 这只是 搞不好是百分之的这个 每天喝只要是三杯 你看一个月就几杯 好的这个弄好了嘛 那我们就先来 应该是先 忘记哪一个砖孔的 砖孔这有啊 在这里啊 对对对 这最先就是我们要在杯底 要打一些洞 应该打一个可能 打几个吧 大大小打几个好 可以了两个就好了 两个就好了 因为杯子很小 杯子很小 那时候打两个洞就好了 就随便打两个洞 因为上次种的 也有给各位看 真的油 很大壳 只是说 现在来种 天气热了 现在来种的菜 可能要稍微有一点变更啦 那我是准备了那个 空心菜 还有那个白 白茧菜 因为我现有的苗是这些啦 也是说 夏天比较适合种的青菜 那蜗菊的话 我最近也没有疫苗 我想说天气热了 蜗菊比较不好长 就打两个洞 就说这样它皮肤才比较不会积水 然后再来就很简单 就开始种啦 首先就土嘛 我准备了 本来我是想要说这样一颗就种一杯啦 后来想一想说 我就三颗给它种一杯 然后不要让它长得太高 譬如它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我就把它剪来吃 因为太高的话比较容易倒 对 杯子承受不住 对 我想说 所以就是种小颗的种多一点 然后快点采这样子 以免中心偏高 因为你早点采收 它的高度就不会一直往上了 我是先把它种好 在那个一起排好了 其实种这也很快啦 对 都是杯子而已 对 就把它放下去 事实上现在已经蛮晚了 已经六点多了 可是我们这个还是蛮亮的 因为我们有用点污灯去打光 有为各位介绍的嘛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点污灯 这个就在打光 就上次我们介绍的嘛 蛮亮的啊 其实已经六点多了嘛 对啊 这苗也是自己自己育的苗 所以也比较大方的就放比较多颗啦 夏天到了哦 都是种空心菜很多啊 都是以种空心菜为主 它种了三颗 所以就是说各位可以在家里的窗户啊 或是阳台啊 上面摆满了一小杯的 很多小杯的菜 这样子 也种了好几杯啦 四杯啦快啊 好 上去 其实一杯一杯很不错耶 就这样采收就结束了 而且这种杯子就直接丢掉 也不用整理 上次我就没有整理啊 就不直接就弄掉 对 因为这个喝完的咖啡杯 本来就要丢的嘛 我是觉得种菜就是多一点变化 比较有意思啦 对 生活就是这样 要有一些变化 看 这样是不是就五杯 再来就是这个嘛 嗯 这个也一样 反正这次我就采取就是长到 就是说差不多高度 我就要把它剪下来 就不要往上往上长太高 对 尽量种的密一点 然后提早采收这样子 你三颗要稍微分散一点 你要分散一点 嗯 不要挤在一起 那我刚才有空间菜了 你拿去 我是想说它靠在一起比较 有可以依靠 彼此依靠 是吧 嗯 没有那是空间菜 这个 这个叶片要展开要有空间 嗯 就把它展开 对 三颗稍微分散这样比较好 对 三颗稍微分散这样比较好 因为这是原来的那个旧土嘛 我再挖一些那个新的那个 旧土里面有有泥炭土 也有普通的土 这次又加了一些叶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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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的话 这个培养的介质就是保湿透气 而且这种有机脂本身也算是个养分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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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这个杯体不大 两杯啊 然后在一起 事实上体积不大 那各位就可以善用 你家里啊 所有的一个小空间啊 能找得到的小空间都把它塞一杯 其实这个有长大的话 那个也是体积满 对 容量应该也不少 因为在都市的人哦 大空间是没有啦 那小空间多少也会有啦 那就是能塞 尽量塞 加减塞 东塞西塞 到处塞 对啊 这样才有办法种出东西来啦 哦 因为我们一般人也不可能为了种菜啊 牺牲我们很多日常需要使用的空间嘛 所以我们都会介绍给各位 比较能够 那大家就能 对 善加利用你的小空间 善加利用那些无法用得到的空间 包括我们之前教各位用衣架来种菜 那用衣架来种菜 这个事情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嘛 那 那前几天有一位粉丝 他这两天而已啦 他有特别写信来给我们 特别跟我们感谢 因为他爸爸就是有生病了嘛 然后呢 那一直想要说 是不是可以种种点菜 但是呢 他因为藏手的问题都始终没办法 然后他就用这个衣架来种菜呢 就找到了一个可行的一个空间嘛 那就开始种 然后他爸爸也是很喜欢 这样就是 也是算是完成这个老人家的心愿嘛 很多人就是想要种菜啊 一辈子都想要种的菜什么 但是就是 阿姨现实状况没有藏所可种 就是上次也是用到那个杯架 有没有 里面给他放一些 我这次是放发泡链石啦 因为我刚好手边有发泡链石 你就放一些 找小刻一点的 没有阳光的地方 就用植物灯就好了 其实也不见得是植物灯啦 只要是灯光够强就OK啦 那现在小型的LED灯也便宜嘛 那你就 就在你的植物上方点个 LED灯就好了 那这底下 这个放发泡链石 还要再稍微多一点 发泡链石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才不至于说 根部积水太严重了 那这样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杯一杯这样子 一杯一杯 那到时候呢 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 就整杯这样端走 那哪天你觉得 这两杯太近了 菜长太大 你就中间可以剪断 让它分散开来 也是OK的 底部再稍微跟它调整一下 对 因为底部有摆石头嘛 所以要稍微 稍微校正一下 才不会摇摇晃晃 那花泡链石呢 就是 尽量采取比较小颗的 因为我这些有大影响 这个有混到大颗的 不一定花泡链石 你火山岩 或是白色的火山岩 也都可以 或是小石子也可以 对 一方面增加重量 一方面 就说 增加透水 因为透水跟重量都坚固嘛 这样就不容易倒 很快 我刚才已经都 种好这个石碑了 然后 这个 时间也没有花很久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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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 都是这个 会物利用 那 这位朋友说 一般泥土可以种菜吗 当然 所有的菜都是用一般泥土种的嘛 那 因为 因为 一般农民的话 都是用一种土 叫做田土 田里面的土 我们统称为田土 田土都是很好的一个 种菜的介质 那 那 那对于说 我们一般人 比较没有管理经验 那当然是用这个 最优良的这种 椰仙图 泥炭图 比较不容易有积水行形 这样比较不会失败 要再种一杯吗 好啊 你有吗 你要我去拔就好 好 就再种一杯也可以 还多了嘛 你的紙杯还有吗 紙杯好 里面拿 对啊 嗯 因为这个 跟咖啡店老板要的这个杯架 那有多了一个 那 我想 我们就再多种一个嘛 其实用一般泥土来种菜也是相当好 那 可能就是说 在一般泥土里面 你先跟他和一些粗糠啊 或一些这个 有机肥啊 这样的话就很好种 哦 草莓 草莓 草莓的话 要用一半的 液仙土 一半的 液碳土 一半的液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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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有去参观这个 专业的草莓园 老板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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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 因为 椰仙土 跟那个 泥碳土 基本上他的 肥度不是很高 肥份不是很高 所以你必须要 给他们做一些追肥的动作 其实草莓涂的话 排水性很重要 因为草莓很怕潮湿嘛 尤其是他的果实更怕潮湿 所以你在种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的结果的果实 是悬空的最好 那当然能悬空尽量悬空 如果你没有那个 没办法让他悬空的时候 你就是用 用塑胶布 跟他垫起来 不要让他直接接触土壤 土壤太潮湿了 或是说续菌太多 也会造成 这个草莓的花莓 那根据我经验就是说 你那个草莓 你尽量不要撒 那个颗粒的 那个有机肥 在那个土壤上面 因为有些有机肥 你撒上去的话 他那个一颗一颗的有机肥 高压挤出来 那个有机肥一颗一颗的 那有时候呢 他会花莓 那有机肥本身花莓 然后把这个黴菌传染到 你已经结石雷雷的草莓上 结果你每一颗草莓上面 都布满了黴菌 都不能吃 所以你要防止你的有机肥 来 这个感染回来 到你的草莓身上 这点是蛮重要的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十二杯已经种好了 是不是很壮观 这长出来不得了 蛮好看的 刚开始还长得重 对啊 像你这个家里这样种一杯一杯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当装饰嘛 因为摆在窗户边 窗户有一片绿玉 这个绿玉又可以拿来吃 那朋友来就 来家里 你就端一杯 端一杯菜来 请他们吃 尤其是那个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可以种生菜嘛 生菜就端一杯 直接拿到桌上来 直接吃 这个就是目前大家最流行的就是活蔬菜的概念嘛 自己种就好了 活蔬菜 对 在家里就可以种 对 十二杯 我看A2 对啊 这时候真的有种出来的话 应该是满满的 嗯 很够吃 对 反正这杯子也不用钱啊 这个收集 你只要花一点心思去收集 还是收集得到很多杯价 嗯 这 我是觉得用这种种法也还不错 也不占空间 对 之前我种的那两棵 那时候放在旁边那个 哦 对啊 长得很大 长得很大 真的 我应该是咒叶蜗具啦 对 长得非常大 只要一颗就一餐 对 对 你说种十这么多的话 而且我的量都增加了 对啊 这量都增加了 所以这个就有很多可吃的 对啊 嗯 那 那就弄好了 那就 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如果觉得不错 大家也可以试着去种种看 嗯 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你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